很多球友都很羡慕说 哎呦这球它是怎么发回来的 是不是 回来 看一下啊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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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为什么会下网 第一跳的位置不对 是不是 这种下人球呢 发过去之后呢 对方只能搓 还有一种就是拧拉 如果到拧拉这个阶段了 那它的水平已经很高了 我们说一些普遍的我们一些现象呢 就是它基本上都是以搓为主 所以这个球的威胁就是可以控制对方上手 让对方搓过来 然后我们好 上手拉它 那么这个球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动作要领 我们从侧面看一下 第一跳的位置 如果你想发短球 你的第一跳位置应该在哪里呢 如何把握第一跳 就是你往哪用力啊 你是往这儿用力 第一跳的用力是什么意思 你是往这儿用力砍 你还是往前用力砍 这个不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用力方式吗 你想往哪儿砍 就像我现在拍子 我想往这儿放 我想往这儿放 还是我想往这儿放 这个是通过你自己用力来改善的 三分之一处 对了 我们为什么发球经常会下网 为什么呢 接近近网的地方 因为你第一跳在这儿 它就容易下网 你第一跳往前一点 但也不能太前了 这个球它就不容易下网 那你如果第一跳在长球 这个位置发短球 其实现在专业动员也能做到了 它也容易出现下网的情况 所以发短球的时候 第一跳还是要接近近网的地方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就是你的用力方向 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二呢 就是我们在发这个下拳球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 在引拍出球的时候 就这个点 这个用力点 它一定要张开合住 这就是一个很转的下拳 这本下拳是怎么发出来的 很多人在我们发球的这个阶段 我们发不转 你想想 是不是我们引拍的问题呢 是不是我们引拍的问题 我们在发的时候 这个引拍我们是这个角度出去的 跟我是这个角度出去的 相当于你在拉球的时候 你是翘弯的 你说你在拉球的时候 你怎么进行手指手腕的摩擦呢 它没法进行摩擦 所以你要是想这球发的转 你必须要这样 直横板 它必须有展弯的动作 这是发球里面最关键的一点 比如说我的勾手发球 你如果这么勾 它就是推 展开往侧下方走 它才能用上力 比如说我们的侧旋球 比如说我们的下旋球 但是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动作 大家看熟不熟悉 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引拍 就我们在打的时候 这个引拍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手腕的这个灵活程度不够 就大家在发球的时候 如果你想发一手好的发球 你看逆旋转发球 高手发球 左侧旋发球 还有我们的反手发球 还有我们的下旋球发球 是不是 这里面很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就我们在发的过程中 手指手腕的一个摩擦力 摩擦力不够 就手腕太死太僵硬 球落下来就是一个点 你只有在这一瞬间 让你的手指手腕灵活起来 它才能发得更转 你看 它落下来就一个点 手指手腕加上摩擦 看 这个手指手腕在加这个摩擦的时候 就是会非常的充分了 这个手指手腕在加上摩擦